如果你相信Zellenmay 你會考慮今天沽期指嗎? 假如你決定沽期指 你仍需要考慮聯儲局在今週三議息會議後 有很大機會宣布暫停加息 從以往經驗 聯儲局決定停止加息後 隨後美股便會上升一段時間 所以今個月沽期指未必是一件好事 其實炒事未必是一個好策略 因為兩隻恆子權重股 騰訊700和美團3690均被股東沽售 即使大市要升也不會升得太多 但大市要大跌也頗困難 原因是這兩隻股有分拆業務概念 投資者會等待騰訊和美團跌至較低位便會出手吸納 在這情況下 大市只會在波幅內游走 所以炒賣大市不是好策略 反而炒股不炒市可能為你賺到大錢 所以博行單邊市賺大錢的機會是絕對不高的 現時炒港股的最佳策略是炒股不炒市 由今年至今有幾個板塊 包括內地電訊股 三桶油和基建 均展現強勁走勢 如果你肯下注 肯定會獲得豐厚利潤 如果你認為內地電訊股 三桶油和基建三個板塊升得太多 你可以考慮買入綜合企業股中信股份 二百六十七 和北京控股 三百九十二 因為這兩隻股的市盈率是頗低的 加上預期股息有六里多 絕對是退可守進可供的股票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現價買入這兩隻股票 相信仍然有不足的上升空間